想到哪说哪呢 哥能听见吗 能听说 就是我现在 有点犯愁事 我家的物业费 签了两年了 当然物业费 不交拖死的 不交拖死的 有也不交拖死的 咱们不是说 交不起钱 确实服务太差了 我跟你说 我先这么问你 假如大拉监献区 这家饭店贼难吃 买不买单 那肯定得买 那为啥物业费服务差 你不买单 你不能欠 你吃饭是一次性的吧 就吃一次性的吧 那我可能点的不是一道菜 对啊 那你从这个月 你开始就停 你说经济值给我服务 你怎么能欠那么长时间呢 我以前也不欠 后来我那夜主群里边 就是跟他比赛的 完了 别人头目都交上了 别人头目都交上 就你不交 那个人说 不是他真的不交 完了呢 现在咋了 物业危险你了 然后今天那个物业群里边 就是夜主群里边 有个人发一个那个 我是街道办 我是街道办英主任 你也反应吧 你说咋的 我那也没 今天挺忙 你没细看 好像是有盖个法院章 不是判 给那判 判了 判的好像挺严重 不 欠物业费判 关十年 那都没有 那咋呢 我有一点犯底 我到时候交不就我 怂了 那我先问你是不是怂了吧 没怂 因为我现在也确实 有点紧张 前一点紧张 我不是我听说 因为我不太知道这个事 我听说 听说不是好多 这个好多物业都是那个 就是那个业主自己组织的吗 他们不行的话 你怎么提出去 你们自己组织呗 我们小区一栋一共是33栋楼 业主也好几千户人 但是连心不齐你知道吗 哪栋楼自己找 之前我也参加过这个事 就是业委会 就是业主委员会 然后都上门找你 就是我是哪栋邻居 我们现在想成立业委会你签个字 最后这个事这个字已经签了就签了几百号人了 结果队伍边队伍里边有坏人 就是街道办的 他他妈 我个里边就是 就脚石棍你知道吧 啊那个挑头人他他妈在收钱了 以后你们要是成立业委会他会怎么就怎么着 你啥意思你给我拉 你给我拉群里的时候捶死他 上麦来你上麦开鱼 那你啥意思 我想问问这个事是不是全国都有这个问题 那你问问你说你说评论区谁赶上我才高个一 因为啥我现在才签了一年半 我看那个我们我们业主群里边有签六年的 那你就这样的 你就这样的 每天你说你说那个我张三我张三我张我张三十名志说 那个有一天我成为欠的最多的那个我就交 对吧比我欠的久的那个都都交了我就交 我不是不交他们交我就交 那就完事了吧 我表态了 也行也中 对吧 完了你看谁欠谁欠酒 欠酒那笔压力太大 完了全等我了 那我先交了 一个个到最后你们都交了得了 但是服务圈太差了 我们小区那个 台阶都快他妈他了也不修 不是你别别跟着骂人 不修台阶或者他其他的工作做的 我这么跟你说吧 嗯 还是那句话 工作做的不好 可不可以不开不开工资 工作做的不好 可不可以不开工资 我这你妈 我这你妈罪了 我违反什么法规了 街道办不让说吗 街道办欠钱不让谈吗 啊 他欠钱 他妈不是我欠的 我这你妈 那他不交钱 是我 是我欠的 是他妈我欠的吗 感谢 感谢司祖库的那个 那个舰长 那他不交 物业非他妈不是 我不交 替我干鸡毛啊 翘里挖啊我呀 他他妈不交物业费 你他妈给我抬了干啥呀 我不劝他让他交了吗 就去吧不交 哎老大弟 去你妈饿死你 给你吃鸡毛饭 饿死你们 物业六业的 翘里妈 去他妈死楼梯狗 你还拿你头盖骨 补他妈楼梯 那个马路牙子 你妈就不交 乐咋的 放到门口谢了 翘里挖 不交 骂个话 哪个小学院不交 一分不交 没有 翘里挖 没有 一分没有 不交了 走看咋的 你举报 你骂个哨子 你举报吧 翘里挖 你他妈没头 你明天你他妈卡巴鲁 你直接脑刮门 你脑刮门卡掉 你脑刮门 这头骨头卡掉了 你他妈直接补那马路牙子 马路牙补他妈平流的你 你现身脑刮开口的 你他妈开口饺子 是的你 你举报去吧 翘里挖 不交 分逼不交 没有 翘里瞎挖 抬我干鸡毛 跟我有鸡毛关系了 回来 记住了 刚才捞误约费那小子 不知道你敢不敢误 你整死我这个 刚才捞误约费那小子 不交 记住了 俩字不交 就不交了 我还来脾气 还给我抬走了 不交 一分不交 一分都不交 记住了 拥和妈 唠姑爷费给我抬了